囡囡 习惨的 看到为师的 为师的茶壶 你干嘛呢 我在给自己浇水呢 这样我就能长大的快点 这是哪位天才告诉你的偏方啊 嘿嘿 是我自己领悟的 我看小树和庄稼 都是这么长起来的呀 你为什么这么想长大呀 长大多好啊 不用背书考试 还可以教训小孩子 他要是不听话 就罚他挑水打扫院子 要是我一生下来就是个大人 该多好啊 师父你说呢 其实也没那么好了 不用考试 但人生的考验可不会结束 那可比考试难多了 至于大人教训小孩子嘛 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出于羡慕嫉妒吧 师父 你是不是想当小孩子 正好依禅想当大人 要不我们换一下吧 这个 依禅呢 为师的水无空了 去给为师挑两桶水来 小屁孩 就不能学为师点好的 还敢跟我顶嘴 看为师挠死你 喂喂 嘿嘿嘿嘿嘿 这些从小孩 老大人教训小孩子 是三十三代夫 不经理� 不经理 这一天 两阶